今天春节期间上映多部台湾电影 镇头以黑马之资率先夺得破译票房之冠 导演冯凯今天率领柯友伦 黄小鬼 鸿生和众多演员开心举行庆功记者会 开香槟庆功 镇头改编自台湾当地的真实故事 冯凯以小成本投资大胆采用非专业演员 如今票房破译也堪称小兵力大功 冯凯从电视圈转战大荧幕 除了老婆及三立副总苏丽妹支持外 其他人原先都不看好她 连妈妈周游也是 当初反对我拍电影的 应该讲说全世界除了我老婆 跟我的另外一个partner浩哥以外 当然没有人支持我拍电影 当然还有苏小姐 苏副总 当初也是他找我拍电影的 其实我说实在话 拍电影在那个时候 虽然有海角七号 虽然有海角七号 虽然有猛甲 可是大家还是认为说 拍电影就是一个赌博 赌注很大的一个事业 那其实我说实在 你说我是原梦也好 还是 我还是心里 我实际就是想拍一部戏 那我想拍一部 跟别人不一样的戏 小鬼之前承诺 票房如果破88888万 就要带三位幸运粉丝 同流日本 如今票房破译 他也承诺一定会兑现 名额还从三位增加到七位 柯友伦也开出了 要带影迷环岛一圈的承诺 来回馈影迷 如果大家如果 对这部电影真的觉得很棒 很想环岛的话 OK 我可以带大家 环台湾一圈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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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